当长城V从电视广告中 一个男的围着一辆有型的车绕过来绕过去的画面 真切的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一辆豪车的时候 很多车友对此已经爱的疯癫 原来长城不仅仅能生产国产神车哈佛 还能有如此高逼格的V 长城也一下子从10万元级的市场 跨进到了15万以上的中档车市场 并且V的单月销量竟然已经破万 是不是新一代神车诞生呢 还真的需要我们的拭目以待 V目前的市场保有量仍然十分有限 人们需要对一个新事物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随之而来的后果 V在市场的售后相对来说比较之后 也影响到了一部分人购买V的信心 这不就有一位V的车主 驾驶V得瑟的时候发生了撞车事故 经过这个检验V的安全性能 还真说得过去 车损毁的并不严重 左侧大灯保险杠一磁板水箱进气格栅 有了不同程度的受损 但水箱还能正常使用 在气修厂进行修理的时候 明显感到维修更换零件费用比BBA还要高 师傅讲目前开模生产为大灯总成的厂家很少 副厂件几乎没有 用的零件几乎全部来自原厂件或者拆零件 车主仗着有保险做后盾 也是能换则换 不仅把保险杠防撞梁装饰板进行了更换 还对雷达模块ACC护照也全部换了一遍 其中最贵的当属大灯总成 价格高达3200元 查了网上的原厂件售价 为4850元 气修店没有多要的情况下 竟然比一辆奥迪大灯的总成贵了将近2000元 看来买魏的车主要另做打算了 魏买得起 但是魏修的时候会不会感到很肉腾呢